四大美女在中国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 人们常以成于落叶碧月休花吧 再来形容这四位美女的容貌 四大美女不仅拥有极高的地位 而且还拥有无与伦比的美貌 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 四大美女却有着不为人知的生理缺陷 特别是姚贵妃的生理缺陷就更难以维持 那四大美女究竟有什么生理缺陷呢 我们先来聊聊被誉为杀四大美女之首的西施 据说西施每天都会去西边换杀 有一天一群鱼儿恰巧看到了西施的容貌 因为西施长得太过于美丽 所以鱼儿竟然忘记了游泳 直接沉入了水底 虽说西施有成于之字 但是他却有一个很大的缺陷 那就是脚很大 虽然说那个时候还没有缠小脚的习俗 但是西施的这一双大脚也给他带来了诸多困扰 西施的舞姿美艳动人心魄 但是由于他的脚太大了 舞动的时候脚踩地的声音不好听 所以他只能穿长裙 脱地的长裙大大限制了他跳舞的幅度 后来在朋友的指点下 他想到了用挂式演示踩地声音的好主意 从那以后西施每次跳舞 便会在裙边挂上很多铃铛之类的 会发出悦耳声音的视频 这些显得他的舞姿更加动人更加特殊了 虽然说西施长得如此美丽 但是他最终没能逃过悲惨的结局 除了西施之外 其他三位美女也有不同程度的生理缺陷 比如有着落雁之称的王赵军 就有一个非常苦恼的缺陷 那就是身材方面的缺陷 王赵军不仅为联姻事业奉献了自己的青春 而且还为国家谋求了很多福利 因此王赵军也一直都是四大美女中名声最好的 江山和美人自古以来都是人们尽乡追捧的对象 四大美女也因为自己的绝美容颜而受到男人的争夺 人们只知道四大美女容貌不凡 却不知道她们也有不同的生理缺陷 王赵军之所以叫落雁 是因为他出赛的过程中 他突然思念起了自己的家乡 拿起琵琶弹了起来 因为他长相美丽且情音绝伦 所以天上的大雁听到这个声音 竟然不自觉地落到了地上 虽说王赵军心地善良且长得好看 但是他的身材却不怎么好 部分史书记载了王赵军的身材缺陷 肖肩 所谓肖肩就是肩膀成塌陷状 从外形上看会显得这个人非常没有气质 为了改变这一缺陷 王赵军发明了电肩 平日里穿衣服的时候 他会特意在衣服的里面放一个类似于海绵垫的东西 将他的肩膀撑起来 为了进一步弱化这个缺陷 他还经常会在衣服外面穿一个斗篷 因此我们现在看到的王赵军图片 大多都是穿着斗篷的 讲完了成余落叶 就要来讲讲有着毕月之字的貂蝉了 貂蝉和杨贵妃一样 都有着红颜祸水的骂名 虽说貂蝉美业动人 岂是多位英雄的心头爱 但是他却总是给人一种过于精明的感觉 这是因为他的耳朵非常的小 古人是非常讲究面相的 古人认为耳朵大是浮薄的表现 这样一来耳朵小小的貂蝉 就这样给人造成了面向不好的印象 虽说貂蝉的耳朵长得不大 但是貂蝉却非常善于修饰自己的缺点 放大自己的优点 为了不让人看到自己的耳朵 他会专门将耳边的头发放下来盖住小耳 有时不得已扎起头发的时候 他便会带一些大而夸张的耳饰在耳垂下面 以此来凸显他的耳朵轮廓 中国四大美女都各有各的生理缺陷 虽然说他们的缺陷都影响了他们的美貌 但是和杨贵妃的缺陷比起来 前三者都不算事 虽说杨贵妃的缺陷非常尴尬 但是唐玄宗却完全不在意 甚至对他甚是宠爱 这是怎么回事呢 杨贵妃容貌绝伦身材风雨 在唐玄宗看来 他是没有任何缺点呢 由于唐玄宗对他极为宠爱 因此历史上也留下了许多赞美杨玉环的篇章 比如那句名句 云响衣裳花响容 就是用来形容杨玉环的甜人之姿的 虽然说杨玉环在容貌上没有缺陷 但是他却有一个让人无法接受的缺点 那就是有糊臭 杨玉环身高1米65左右 体重130斤 比起其他女子来说 他的身材并不算纤细 或许是因为他身材较为圆润 爱出汗 所以他才落得个糊臭的毛病 或许是为了掩盖自己的糊臭 又或许是因为他单纯的喜欢花香 他研究了许多办法来掩盖自己身上的味道 史书记载 杨玉环最喜欢的事情便是洗澡 他不仅会在泡澡的时候 在水中放置大量花瓣 而且还会经常使用花瓣做的壁件 抹油 花瓣制成的香膏 就是因为他在香味方面做了这么多研究 因此唐玉宗才对他身上的味道如此之痴迷 在颜值当道的今天 每个人都在以自己的方式 追求自己所谓的美 但事实上我们却完全没有内耗的必要 即便是美丽如四大美女 也有各种各样的身体缺陷 我们应该做的是越纳自己的样貌 接纳每一种特点 因为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活出自己真正喜欢的模样 接纳每一种特点